人穿过的衣服 它有带着人的经历 它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在里面 不同的人 不同社会 所以它有很多的东西含义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衣服就像人的第二张皮肤 这个展览其实是讲了很多的碎片 很多角度的来营造这个世界 当然有一条主线是通过三代人 我跟我的父母还有我孩子之间的成长经历过程 跟时代的关联 尤其是那个片子 看的都是一个碎片 我觉得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一个碎片 这个时代 整个这个社会大变革 这个非常单天伏地这种变化 就个人与社会这种关联 来呈现那些社会问题 这片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 我觉得我妈就是我们家的天 然后我又在力图来鼓我女儿的天 给她撑起一片天 但是我觉得从社会角度是另外的一片天 因为疫情大家其实已经被禁足了 就是一段时间大家根本就无法出去 都关闭在家里面 好比说天烈了 我们的天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再去重合 但是这些呢你可能是从表面看不到的 你只看到一件衣服放在那里 在我眼里看的衣服 它其实不是衣服了 就是其实衣服背后的故事 或者说有些东西 你可以感觉到 不一定能够说出来的一些东西 它是很厚重的 不是简单的一件衣服 是空着 etwas的 所以トーマ制作与ハロト 在马上的海底里看的衣服 中心情效率 中心情效率 中心情效率